一场本营九局便打完的比赛,被丁俊辉和奥沙利文联手带到了决胜局,必须说整个过程都极具观赏性,只是最终结果发生了反转,丁俊辉几乎全场都保持着进攻持续性,两杆破板,三杆70加,他赢得的五局全部都能一杆毙命。 至少有三个时间点,我甚至觉得这比赛的结果已经不可能有变数了,可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却缩哈在唯一的短板常态进攻,第九局制胜前打得了常态红球,决胜局又执意进攻常态咖啡且仍未得手,三比零的完美开局手握三个赛点,统统为这两杆球买了单。 偏巧,黄老师在这个晚上同样手感火热,只要丁俊辉留下机会,全都被他不留情面的转化成胜利,也最终完成了漂亮的逆转。 两人的交手历史变成奥沙利文十七胜三平五负,而2020年以来,丁俊辉更是连输四场,你可能也百思不得其解,本赛季并不那么完美,似乎随时会拉胯的火箭。 输给过谁都不认识的亚伦希尔,输给过早就日薄西山的史利文斯,当他面对小特、塞尔比、艾伦等这几位80号球员时,显得那么束手无策,可只要他站在丁俊辉面前,他总能把自己燃烧起来。 丁俊辉告别了个人新年第一项赛事,赛号他承认自己在选择方面存在问题,但也说出比赛中没有感到压力,就像是在练球这些话,真实表述也好,宽慰。 自己也罢,可我怎么总觉得这一把比2007年输给火箭更值得哭上一鼻子呢?